好,下面呢,我们要讲到法语当中,也是拉丁语系的语言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叫做性术配合,非常关键。 在法语当中呢,性术配合,配合这个词叫做agore,那么legore这个东西呢,在法语中真的很关键哦,性术配合。 性指的就是什么呀?阴阳性,对不对?术呢?单负术,非常好,也就是阴阳性和单负术的配合。 那到底是谁和谁配合呢?好,大家一定记住一点就是,法语当中的名词分阴阳性,这个是字典规定的,就所有的源头都起源于名词的阴阳性。 配对的,有分阳性阴性很容易,没有配对的,比如说灯光,铅笔,像黑板,没有配对的,规定是什么性别,就是什么性别,是人们约定俗成的。 那么名词的阴阳性是你首先需要背诵的,按照名词阴阳性的不同,所修饰名词的形容词,冠词,代词,都要根据名词,所修饰的这个名词的阴阳性,进行阴阳性和单负术的配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性数配合,也就是性数一致。 OK,我们来指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样一句话叫做一条绿色的裙子,首先我们就要找到里面的名词,也就是根源词,叫做裙子。 好,裙子这个根源词叫做une robe。 好,下面呢,大家会发现,绿色的分别应该有四种形式,对不对,形容词都有四种形式。 那么它的最基本的形式叫做ver,ver,这个词就是英语的green,也就是绿色的。 OK,那如果ver阳性单数,它的阴性单数按照规则来后面加,呃,变成verter。 好,负数按照规则来应该加s阳性负数,在阴性的后面加s就变成了阴性负数。 所以ver绿色的有四种形式,分别是ver verte,ver verte,后面两种加了s变成负数的形式。 好,既然裙子是,本身规定它是阴性的形式,又知道是一条裙子,叫une robe。 所以我们要选的就是怎么样,阴性的单数形式,也就是找的是ver verte,第二个的形式。 OK,所以一条绿色的裙子就出来了,叫做une robe verte,因为大部分的形容词放在名词的后面, 所以我们把ver verte这个词呢,放在名词的后面来使用。 好,大家再跟我读一遍啊,une robe verte,回来,一条绿裙子。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一条绿色的裙子我们刚给大家讲过了, 好,下面再来一个句子,叫他有一条绿色的裙子, 你就可以直接说了叫,ella,une robe verte。 好,这样子,你就可以自己来表达法语了,基本的句子结构我们是知道了。 所以信书配合这个概念呢,非常的关键啊,叫,ella,une robe verte。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词,叫做,一头金发。 好,首先,一根头发,叫做,an shove,an shove,好,要把它变成复述,an变成de, 以阿语结尾的,要求在后面加上x,这是规则里面说的名词, 单数变复述的第三条规则,好,那就变成了d shove,d shove,复述。 好,金色的这个词呢,它的最基本的阳性单数的形式叫做,blum,blum。 好,按照我们学过的规则,阴性应该加什么,加r变成blum的, 复述应该加什么,分别在后面加上s,阳性加s,复述的阳性, 阴性加s变成复述的阴性,好,就是blum,blum的,blum,blum的。 OK,那我们要看一头金发,首先你要确定, shiver这个词呢,已经知道了是encheve,它是一个阳性的词, 我们以m来表示,又是一个附属,叫做d shove,一头金发嘛,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阳性附属的形式,叫做blum, 领起来就是d shove,blum,d shove,blum,一头金发。 好,我们来指一个句子叫做il a de shove,blum,它有一头金发。 OK,我们再来看两个形容词,一个叫身材高大,一个叫身材矮小, 在法语中呢,不会用tour或者short, 这两个词来表示身材的高矮,它的高矮不可以用于身材, 那么在法语中是用grand,大的,和bitty,小的, 来表示高矮,这两个概念。 那么grand,grand的,bitty,bittita,分别是它的阳性和阴性单数的形式。 我说它很高,叫il est grand,il est grand。 那我要说女它很高,就说怎么办呢? 那就说elle est grand,对不对? 因为女它,主语是一个阴性的, 在此呢grand就要变成它的阴性形式。 好,这是形容词跟主语的一个配合。 好,再往下来, 她的这个姐姐呢,身材矮小。 ok,e,bittita,加a, 因为姐姐,前面的主语是名词,前面的名词是一个阴性的形式, 所以在此形容词就要变成阴性,也就是性的配合。 ok,好,性数配合,大家先有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你要先背过来名词的阴阳性, 这个靠你日常积累。 然后在日常说话的过程当中, 要注意由名词所引发的形容词、代词、贯词等等一系列词形的阴阳性的变化。 这就是性数配合的概念。